哈喽,大家好,我叫范氏清云,来自南定,今年21岁,是一名代四的学生,我是河内第二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学生。 2019年,我很幸运成为了汉语系25名优秀学生之一,获得了奖学金去中国留学一个随期。 我在中国留学那段时间,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,他们都带我去参观一些中国有名的地方, 比如是云南民族村,西山公园,海庚公园,翠湖和中国的一些大学, 比如是云南大学,云南民族大学,云南师范大学和汽南林业大学,还有云南农业大学。 这些大学都很大,比越南的大学大得很多呀,真的。 还有,在中国学习那段时间,我也获得了中国的那所学校送给留学,不是送给优秀学生的奖学金, 我获得了第三等奖。 回国以后,我也做了一些兼职工作,我就在网上把一些中文的视频译成越南语。 然后到2021年3月,不是,1月我就获得了网西师范大学的中文教师奖学金, 学习一年,我是3月开始学习,到今年1月,今年1月就毕业了。 我是刚毕业的,然后,还有,我在那个,我在大三,不是,不是,不是,大三的时候,我也开始, 除了,我就没有做那个,把那些中文视频译成越南语了, 我是在家里当家教,我是,嗯,教了一对一,一对三,一对五和一对六,一直到现在。 然后,最近因为我在给学校实习嘛,其他公司他们没有接受来自外省的实习生, 所以我只能选择给学校实习,所以我就是在网上, 每天在网上把一些书译成越南语,所以我的时间还有很多, 所以我就在Facebook上看见你们中心在招老师, 在,所以我就应聘你们公司的老师,你们中心的老师了, 希望能被录取,嗯,谢谢。